《十二月二十号礼天》 十二月二十号礼天 我有幸在现场交戒仪式里面 亲眼目睹葡萄牙的国旗 徐徐降下 五星红旗 奄奄生起 心里的激动的无法形容 很多人眼里都是充满泪水的 是情不自禁的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号临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 在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升起 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 这一天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 对于受邀在场官吏的葡萄牙 中华总商会会长蔡文显来说 这一幕也成为他心中永生难忘的记忆 杰文显在澳门出生长大 尽管旅居葡萄牙已数十年时间 澳门一直是他的牵挂 近日他在北京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 回忆自己的澳门记忆 讲述澳门回归后的发展变迁 蔡文显说 回归祖国二十年来 澳门经济欣欣向荣 社会繁荣昌盛 人民生活水平有大幅提升 发展成就有目共睹 而澳门的繁荣稳定得益于一国两制 在蔡文显看来 回归以来 这个人口67.6万 面积32.8平方公里的小城 已形成其特有的中西文化交融印记 散发着历史气息的建筑 吸引全球游客到访 2005年 完整保存了400多年的澳门历史城区 入列世界遗产名录 带动了澳门观光旅游的热潮 蔡文显说 如今澳门的不断发展 也为澳门青年提供了更多发展机会 他寄予澳门青年一代 因牢记历史努力奋斗 我觉得澳门年轻一代应该牢记历史 今天那个成就不是幸运得来的 要自己去努力 要国家够强大 造飞我们的后盾 尽管定居海外多年 蔡文显每次回到澳门 依然会光顾自己熟悉的老店 品尝一下记忆中的澳门 味道 他相信 这个充满了少年时代回忆的城市 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